4月9号开始,14天买9片口罩的新制上路 华联县就有97家药局卖口罩 其中也包含玉璃的药局 每天药局门口都会出现排队人潮 过去玉璃只有玉璃面摊才会出现排队人潮 第一次在药局看到人潮,当地人觉得很新鲜 排队民众也说,没有限制单双号,真的很方便 4月9号开始,14天买9片口罩新制上路 华联县总共有97家的药局卖口罩 其中也包含了玉璃的药局 每天药局门口也都会出现排队人潮 过去玉璃只有玉璃面摊才会有排队的人潮 第一次在药局前看到人潮当地人觉得非常新鲜 排队民众说,没有限制单双号真的很方便 随时都可以领了,没有分单号双号了 一次领两个礼拜的 华联地府聊过,有些村落部落没有药局 为了让偏乡知名方便买口罩 华联县卫生局安排在售风箱 瑞瀉箱,秀林箱,万荣箱 以及卓西箱五个乡镇的卫生所 加开巡回医疗典范卖口罩 有些地点在活动中心 甚至直接在民宅卖口罩 记者高双双,卓西域里采访报道